好 各位口腔同仁大家好 那么再一次和大家相聚在口腔88网校 欢迎大家呢和我一同 共同来学习我们口腔方面的知识 我今天讲的内容呢就是 牙带直术的临床治疗要点 那么今天我们的课程安排呢比较多 希望大家能够用心来听 第一个我们先讲一下牙外伤的特点 第二个我们将讲牙脱胃的定义及分类 第三个我们讲一下牙脱胃的治疗方法 那么牙脱胃的治疗方法将是我们本次课程的一个核心和重点 那么第四个我们讲一讲牙脱胃会有哪些并发症 也就是说我们把牙齿带直以后会出现哪些并发症 那么第五个就是牙带直术的手术要点 第六个就是牙带直术的定例展示 那么这种病例展示呢也就是希望广大的口腔同仁 以后在临床当遇到这种类似的问题知道怎么去处理 那么牙外伤的特点呢 大家都知道牙齿的外伤呢 发生的原因第一个呢就是骑车摔倒 或者是奔跑滑倒所致的牙齿外伤 那一般呢我们都是在临床上最多见的就是假期 也就是寒暑假我们的儿童青少年最为多见 那么他一般来说呢 这种骑车摔倒和奔跑滑倒所导致的牙齿外伤呢 占整个牙齿外伤的16%到25% 第二个呢就是交通事故 导致的合面部损伤 当损伤累积牙齿的时候呢 常会引起牙齿的疑味 或者是牙齿的粉碎性折裂 那是第三个 第四个就是体育运动导致的牙齿外伤 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拳击运动 NBA 这些运动员呢都带有牙孤套 那么这种呢 如果呢在剧烈的竞技运动当中呢 可能会导致牙齿的脱落了 或者是折断了 第四个就是我们面部遭受的外力打击 那么这个图听着呢就像 你看这是一个我从网上下载的一个图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下雨天路滑导致的我们所说的 面前部呢 着地导致的前颜会受到损伤 那么你看这也是一个患者 大家看我鼠标 这是一个灌折的病人 那么这是一个科普受伤的病人 那患者会出现下腿软颈的肚脏 这个是一个乳牙裂的 外伤导致的牙齦有一点轻度的肾血 那么耗发的年龄呢 就是说大家想一想你在临床上碰到这种牙外伤 耗发的年龄是什么年龄段呢 第一种呢就是两到五岁的时候 为什么这个年龄段呢比较好发呢 他主要是因为这个年龄段呢 学习走路和奔跑 所以我们看到有时候呢 小乳牙磕掉了牙疮出血 奶奶爷爷还有孩子的父母的都非常的着急 小孩子口水流的 整个的胸前面的都 被鲜血血染红 所以说家常非常的着急 所以说呢 最易发病的年龄是两到五岁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少儿呢 他一个是协调能力和他的判断能力不完善 常常跌倒导致牙齿外伤 在一个阶段就是八到十二岁 那么这个年龄段的儿童呢 就开始学自行车 六兵 我们都知道我们现在的汉兵啊 各种各样的运动都很多 包括我们现在的骑行运动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 一些自行车 就是说变速车 那么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们在提行运动当中不当 也会导致牙齿受损伤 所以说目前来说 随着社会的进步 人的户外活动逐渐在增加 那么这种牙齿的外伤 它的发病率是一个成 一个上升的趋势 这就是对我们口腔科医生来说呢 也是一个必须要掌握的一个技能 也就是如何来处理牙外伤 那么耗发的牙味呢 大家都知道 那么最耗发于两个门牙 因为门牙呢 它位于 面前部 那么它是最突出的部位 那么它将占百分之八十 也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牙脱位呢 都耗发于上河的两个中切牙 其次为侧切牙 下河的中切牙和下河的侧切牙 那么常见的类型有牙折 牙震荡 牙蚁卫和牙挫卫 这四种类型 但是我们这次课呢 主要讲牙挫卫的在植树 其他的我们不讲 如果要讲其他的内容呢 会非常非常的多 那么什么叫牙挫卫呢 牙齿受外力作用 而脱离牙操卧者 成为牙挫卫 也就是说牙齿因为受到外力 那么它离开了牙槽窝 我们称它为牙挫卫 那么由于外力的方向和大小不同 那么牙挫卫所表现的程度 也不完全一样 那么轻者呢 就是牙移卫 那么称为不完全挫卫 那么重者呢 就完全离体 我们称为全挫卫 这个比较快啊 那么牙挫卫的临床表现是什么呢 大家看这一图 这是我门诊上 所拍摄的两个照片 那么根据外力的方向 可有脱出嵌入和纯舌相的疑问 那么部分脱位呢 就是疼痛 松动和牙移位的表现 那么这个患者 大家看我鼠标 那么你看他的左上一 完全的嵌入进去了 那么他的左上二 也就是所谓的侧窃牙呢 完全的脱位离体了 那么通过X的光呢 我们就发现了 你看这个牙齿呢 他的罐 切端三分之一 发生横折 折断了 而且这个牙根呢 往鼻腔这个部位走了 也就是说 它是一个嵌入性的脱位 而他的左侧的上颗 侧窃牙呢 大家看牙刀是空虚的 完全离体了 那么完全脱位呢 就是牙完全离体活 仅有少量的卵子质相连 那么我们拍一个X光片就发现这个牙刀是空虚的 那么我们今天核心的内容就是掉下来的牙到底是要不要 当然我讲课 大家一目了然 掉下来的牙我们还是要收保存起来 那么这个病例就显示了这是一个牙脱位 那么这是他的情况 这是一个迁入性脱位 那么这边这个是一个完全性的脱位 这是他当时 为什么说大家看我这个刺激牙 为什么呢 因为小孩是半夜 就是说九点多在外面玩耍 所以说他摔倒以后就跑回来了 来找他们的父母 第二天他来就诊 然后我们让他去摔倒的地方去找牙 他没找到牙 所以说这个地方呢只能够导致就是把牙窝愈合以后 做二期的就说一尺的修复 那么这个萌羊我们为什么没管呢 因为他的根肩孔 你看大家看上一张图 你看他的根肩孔还没有发育完成 对于这种年轻的横牙 我们不要求他强行的拉到正常的位置去复位 一定要让他自行萌出 这是一个原则 当然这个患者呢额侧有一个多生牙 当时我为什么要留这多生牙呢 我想把这个多生牙呢 再直到这个侧切牙的部位 可是后来这这这孩子呢 没有再复诊了 非常遗憾 那么这个是一个完全离体的牙齿 那么你看这个是另外一个病例 我们可以看到 写错了 这个应该是二一不是一一 这个是二一完全离体了 这是当时他爷爷带着孩子过来 这一个牙齿 你看他的根肩特别脏 他不知道失保存 什么叫失保存呢 我在后面给大家讲 他直接就拿一个卫生纸把这牙包过来 这个好处还没好 这孩子把牙摔掉以后 他知道把这牙剪上拿回去 但是他没有采取合理的戒指去保存它 非常遗憾 那么你看 当时我们一拍片子 这个牙巢窝是空虚的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牙齿呢 做了 你看他的根肩已经很干净了 然后我们把它做了根管治疗 在体外做了根管治疗以后 然后用抗生素溶液浸泡 后来我们给他再直上了 那么就是说牙脱胃会有哪些并发症呢 就是说这个牙齿掉下来会有哪些并发症 第一个就是牙髓的坏死 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情况下 这个牙齿一旦掉下来 我建议大家都做根管治疗 都做根管治疗 那牙髓绝对不会再生的 虽然我们的教材上说 年轻的横牙半个小时之内 你给他再直到牙草窝里头 它可以再生 那么后面我们在讲理论课的时候 我会给大家讲 为什么说半个小时 对于我们临床实际来说 是一个不现实的事情呢 一会我们再讲 那么第二个这种脱胃的牙齿呢 他的牙髓腔如果带直回去 你不做牙髓的根管治疗 做处理的话 他的牙髓腔会变载 甚至被消失 另外一个 他会出现一个 在之以后会出现一个牙根的外吸收 那么这个外吸收呢 目前呢就是说 我查了很多的文献 也没法去控制他 也没法去控制他 第四个呢就是会出现边缘性的牙草骨吸收 也就是说牙脱胃以后呢 这些症状都会有 那么牙脱胃的治疗方法呢 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是在直 那么牙脱胃在直 就是说是对于完全脱胃 那就不完全脱胃 没有完全掉出来 他只有二度会三度松动 怎么办呢 你看这几个治疗方案 我来给大家讲一下 第一个 部分脱胃应在橘马下复位 因为你要是直接复位的话 病人会很疼 我们一般是在紧润嘛 最下复位 然后呢 树脂牙弓甲板 或者是我们的百强纤维带啊 或者是我们所说的那种脱槽啊 正极的脱槽都可以做固定 那么以前我们要求固定四到六周 那么现在呢 我们对于年轻恒牙来说 我们认为呢固定四周就比较合适了 那么然后我们术后三个月六个月十二个月进行复杂 如果发现牙髓已经坏死要做根管治疗 也就是说定期一定要复杂 如果你不及时的复杂 可能会出现很多的并发症 就说什么并发症呢 就是出现牙髓坏死了 牙髓腔变载会消失了 牙根外吸收了 或者是边缘性的牙刀骨吸收 那么陷入性错位呢 记者我刚才看那个 刚才让大家看那图片 陷入性的错位 如果他已经牙根发育完成了 也就是说他不是你呀 不是年轻的横牙 而是成人的牙齿 牙齿的根间一定发育完成了 那么这种呢 我们一定要复位 先给他牵出来 牵出来什么呀 然后我们接紮固定 两周以后要做根管治疗 因为你要不做根管治疗 这些牙肠发生牙髓坏死 一旦牙髓坏死了 他就会发生牙根的吸收 因此呢 给大家讲一下 如果临床上你所碰到的这个患者 是成人患者 建议你体外做 如果他没有完全脱位 那你就先给他固定 两周以后再做根管治疗 那么有些同行就问 为什么不当时做呢 因为受了外伤一般来说牙齿磕掉了 或者是磕的半脱位了 他都会有不同程度的软组织损伤 那么这种软组织损伤 或者是牙齦的撕裂伤 或者是嘴唇的撕裂伤 那么我们需要缝合 那么我们再做根管治疗 可能会增加病人的痛苦 所以我们的教材也是在讲 复位两周后一定要做根管治疗术 欠无入睡 那么嵌入性脱位的年轻横牙 不可强行拉出腹位 大家一定记着 不敢说磕进去 一定要拽出来 前提是 他是牙根发育完成的 我们要给他牵引出来腹位 如果是年轻横牙 不可强行拉入腹位 以免造成更大的创伤 诱发牙根和变远性的牙草骨吸收 也就是说你给他强行腹位 他可能会有牙根和牙草骨的吸收 所以说这种情况下 我们认为要对正处理 继续观察 任其自然萌处是最可取的处理方法 所以说这个牙齿一旦就磕进去 你一定要注意一点 就说看他是不是年轻横牙 如果不是 直接就给他拽出来 恢复到原来的位置 然后牙弓甲板 接扎固定 那么对于年轻的横牙 我们观察一般半年左右 都可以恢复到正常的位置 那么完全臭味的牙怎么处理呢 这将是我们讲的一个核心 也就是说0.5小时 也就是半个小时内进行在职 90%的患牙可以避免牙根吸收 那么大家想一想 半个小时 等这患者从事发地再跑到医院 让你在职上 你觉得半个小时能到了吗 即使就说他半个小时到了 你操作能一秒钟给他钢上吗 你能说直接来了就能插到牙头 我牙不做任何处理 你能知道那个牙一定是很洁净的吗 所以说现在这个理论上讲的这种 0.5小时的进行待职 也叫即刻待职 可以避免牙根的吸收 我认为在临床上极其罕见 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 就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么什么情况下可以 有我做了好多例 也就配合我们的正习科 做了很多的自体牙的移植 像我们的尖牙牵引不到位 我们的中切牙埋伏主生 那么我们可以给他做自体牙移植 那么这个可以在0.5小时内 也就半个小时之内我们可以把他移植过来 我认为外伤的这个 换而把这牙拿上跑到医院 再挂上号再就诊 其实这个地方呢 对于公立医院来说 他有很多流程 你必须要遵守 必须要 但是我们个体的牙医诊所 如果一个患者来 我们可以大大的节约了很多 就诊挂号等等的时间 但这个我们都觉得半个小时之内 所以我们今天核心的重点是讲延迟 延迟在植树的临床意义 那么离底牙怎么保存呢 就是说原则上如果这个牙磕掉了以后 大家将来给患者在做口腔 卫生宣教的时候一定记得 最好的办法是立即将牙齿放回原来的地方 就掉了你把它捡起来再放进去 我们大家都知道假牙掉 大家知道能打上 但是呢 门牙掉了 特别是小孩子 他根本不知道那个东西 我跟你讲 一个很奇葩的病例 我们有一个16岁的女孩子 他去玩这个 就是说我们叫 叫什么呀 激流涌进 就相当于在水里面玩 他不小心把牙磕掉了 门牙也是门牙磕掉了 他居然把门牙放到石头上 然后接着玩 玩了两个小时 玩够了 再拿着这个牙跑医院来了 他根本就没有那个意思说 我不玩了 我先把牙拿上赶紧去医院去看医生 他不是 他把牙放到边上 然后继续和伙伴们封 封完以后才和家人过来去装这牙 所以我们很悲惨 所以说这个牙齿如果已经落到地上污染了 我们建议大家就地用生理盐水 一般我们买不到生理盐 你直接就用 咱们水龙头上的自来水 给它冲洗干净 直接放到你的牙头窝 如果你不能即刻复位 那你就放到舌头底下也好 或者放到牛奶里头 或者是盐水里头 千万记者不敢拿一张卫生纸 或者拿一个塑料铺一包就拿过来了 那种情况下牙周膜是完全就坏死了 这是我们如何保 那么牙带直处的方法有哪些呢 就是第一个叫即刻带直 就是马上掉了马上就中 那这个我认为这个情况呢 你觉得可行吗 说你孩子在那玩 除非我们口腔医生我们也不行啊 我不是说助纣咱们口腔医生的孩子都都把牙磕掉 也就是说咱们这样一分钱 他等他在玩单杠啊 或者玩这种呃有呃就是运动的器材了 不小心 啪 啪地上去了 门牙下来了 你能说马上给他再直吗 就是你再方便 你跑到单位 你再处理 说临床上很难有这种情况出现 那么大多数都是自体牙移植 或者是异象带直处 那么我口腔巴巴 合格上就有自体牙移植和异象带直处 这个是讲的什么呀 就是说这种患者呢 不愿意接受手术他还想姑息保留这个牙 那么我们可以把牙齿拔出来 把牙周膜刮干净 把根管做了充填以后再放回去再固定 这叫异象带直处 那么我今天这个不是我们讲的重点内容 那么 所以我们给大家讲牙带直的方法有两种 叫饥渴带直和延期带直 那么饥渴带直呢 对于我们大家来说呢是不现实的 那么延期带直处 什么叫延期带直处呢 超过一个小时的牙带直处称为延期带直处 所以说我们在临床上患者来你们的诊所 你们的医院就诊的情况下都超过一个小时 即使他有半个小时那也不行 为什么呢 你操作你大家有我们的同行有很多人也兼搞外科 他有这方面经验 你试着固定一个前牙的三道三 从你做完甲板到固定到处理完 你半个小时能做完吗 我做不完 真的是 所以说这个是不现实的 所以我们今天重点是讲年期再值数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要核心重点讲一下年轻横牙再值的要点 为什么要讲年轻的横牙 大部分到了寒假或者暑假期间 我们街道的外上主要是孩子 所以说我们的孩子是最重要的 因为年轻孩子呢 他就说一旦玩疯的话 他根本不考虑到他的风险 所以说常常会导致牙外伤 那么这种情况下迅速在值是获得牙髓和牙周膜 愈合的成功标关键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认为牙再值以后能重新长上牙周膜 重新牙髓恢复血运 大家觉得这种是一种理想化的一种治疗的结果 但是在临床上我们很难很难做到 那么有些说老师 我再值得那牙就长稳了 是长稳了是对的 但是它是骨性愈合的比较多 以后我们要讲另外一个东西 所以说迅速在值 也就是说即刻在值是获得牙髓 牙周膜愈合成功的关键 所以说尽可能的保留 离体牙的牙周膜活性 大家想想 我们之所以用牛奶 用生理盐水 包括我们立马用干净的 大家想想 不可能每个人身上 即使带水也带的是矿泉水 也没有人说你带一瓶生理盐水去喝的 所以生活当中有些东西和医生的期望值 还是有差距的 所以说呢 离体牙的离体时间和保存状态 还是在值牙成功的关键 你离体的时间越短 那我给你举个不恰当的例子 我们有有很多口腔同行 他的家 他的富奔美 比如说你的父母都是冥村的 大家都知道我们插秧苗 大家就南方的人是插水稻 那么北方人一般来说插苗 一般都是插什么苗是多一点呢 蔬菜像什么西红柿苗啊 茄子苗啊这种 那么你想一想 如果这个羊苗放到外头 放上三天 然后你再插到稻田里头 那么你说 这个稻田的产量 它的成功率高吗 当然大家觉得太时间太长 还有我们的西红柿苗 北方就是西红柿苗嘛 插到地里面 如果你放到外头晾上三天 然后你再放回去 大家想一想 它成功率有多高 所以说呢 第一个就是离奇的时间 尽量让患者呢 全力以赴往医院赶 这是第一条 第二个就是保存状态 什么叫保存状态呢 就是说 你用什么样的状态下去保存 就是储存这个牙齿 那么大家都知道 再举一个不恰当的例子 我们都说夏天 我们的食物要放到冰箱里头 才不容易发收 也就是才不容易坏 如果夏天我们把东西放外头 第二天早上我们就不能喝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第二个是保存状态 那么如何来保存这个患痒 刚才我们讲了 盐水啊 牛奶 只要是等身的液体都可以 所以说牙齿在15分钟到30分钟内的债值成功率是最棒的 能做到吗 非常难 非常难 反正我做不到 所以说临床上的医师提倡 这句话是重点 大家记得 这就是临床上最简 这是北医的一个治疗的方案 就是说牙齿完全掉出来以后 最佳的方法是在事发现场迅速的拿起脱落的牙齿 捡起来啊 一定要捡起来 但是你最好是看一眼这牙齿还完整吗 如果是半截了那就扔了吧 那就不要了 真的是一看是一个完整的牙齿 一定要拿起来 拿着牙齿不要拿根 记得别拿牙根 你看我们拿苗谁拿手拿把根拿着 根上面都包一层土 为什么包土呢 大家看我们的央苗是不是都要包土 这样的话就是说保存根部的火力 那么我们拿上牙关 然后在自来水下冲一冲 冲一冲怎么办 把牙齿放到窝里面 就是放不准 大致放到一块 咬一下 赶紧到医院就诊 哎 这个是最好的办法 那么第二个就说 刚才这个是什么呀 你看这个动作 是让大家呢 就是说争取最佳的愈合时间 就是说快速的就像120一样 这就是典型的牙齿120 那么保存怎么保存呢 你看他临床上研究的恰当的保存介质 也就是说有助于再生再植牙的存活率 那么他就因为你知道专家嘛 他要论证他要做大量的动物实验 他认为呢 牙齿脱位超过三十分钟延迟再植发生 牙周膜的聚合率 也就是说超过三十分钟 你要把这个再植牙挡过去 让它重新挡上牙周膜 是不可能的 大大降低 如果干燥时间 也就是这个牙齿放到外头 干燥超过六十分钟 也就是一小时 牙周膜细胞几乎完全坏死了 大家就觉得一个小时 我告诉你 每个患者把牙拿过来 都超过一个小时 都超过一个小时 除非是没有完全掉出来 那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说国际牙外商协会 推荐的生理保存戒指就是唾液 那么这就情况就是 你把牙你放不到窝窝里头 你跟小孩讲 可能小孩有时候特别小 他根本就没那意识 怎么办呢 你跟他说把牙齿洗干净 到自来水呢 或者到水里面 涮两架 拿着关涮两架 放舌头底下 往过跑 你看 纯牛奶 唾液 生理盐水 以及组织培养液 组织培养液是不可能的 你从哪搞组织培养液 我们最多见的就是唾液和纯牛奶 现在我们都知道 每天一袋奶 健康中国人 这好像是 是是是哪一个牌子的品牌的人 在提的这个口号 也就是说牛奶 我们要选择四度的纯牛奶 而且是脱脂的牛奶更好 我但是我没有具体去考虑这个 为什么脱脂的牛奶好 大家以前知道脱脂的牛奶是降低的 那种油脂的含量 但是这些就是可以保存 离体牙的牙周膜活力 保存牙周膜的活性 主要是让在职的成功率会更高一些 往下看 因为我们今天的课非常多 第三个就是患者的年龄 前两个因素 你看尽快离体时间尽量要短 赶紧往家 可不敢像那女孩把牙往那一放 接着玩 根本就当一回事 第二个就保存在唾液 牛奶 生理盐水 以及组织液里头 那组织液大家就不要想 第三个就患者年龄和牙根的发育程度 对牙齿的代质有 预护也是有影响 一般认为牙根发育越成熟 牙周膜发生牙周膜愈合的机会越少 那么在刚造状态下 牙周膜越薄 肝到坏死的速度越快 他和这两点呢 就说成人一般来说 都是骨性愈合 也就是和骨头粘连了 我后面会给大家讲 如果在干燥环境下超过一个小时 青少年在这牙发生替换性吸收的比率和速率均高于成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我曾经在我的口腔知识群里面讨论的时候 就和大家说说我们移植了 再植了两年甚至三年以后 他就没有牙根了光剩牙关了 而且骨头上会有一部分的根管的充填物在里头 牙根完全的替换性吸收了 为什么青少年容易 因为青少年牙齿 他的强灵灰时的这种成分 他的矿化物 也就是他的有机成分 要比成人要多得多 因此呢 他的吸收率就比较快 他的吸收率就比较快 你看为什么说他会吸收的很快 同样都是外伤 一旦延迟再折 为什么成人的牙根不容易吸收 年轻人 恒牙就特别容易吸收 你看年轻人的根管管壁比较薄 大家看 矿化程度低 局部破骨行动 一旦启动 牙根对抗吸收能力更差 牙根吸收将进展很快 这个我又会让大家看一个典型病 我非常非常的伤心 为什么呢 因为这就是一个典型的 我就是根据教材这么做的 结果呢 就是出现问题了 以后我会看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病例 目前 但是目前找不见 能够逆制牙根吸收的 有效手段 我们大部分外伤了这个牙齿呢 不管就是 即使我们的牙齿没有受了外伤 没有脱位 没有在植 但是你看我们很多牙首先就坏死 大家做了根管治疗以后 它会出现囊肿 我很多的根管外科都是因为牙外伤去做的 那么年轻松牙在植后预防牙根的吸收往往比治疗牙根 治疗牙根吸收更加重要 你看 记者 年轻松牙在植以后预防牙根吸收 就是怎么样不让它牙根吸收 比治疗牙根吸收更加重要 那么术后预防牙根吸收的有效方法就是去除感染坏死的牙碎 也就是一定要做根管治疗 那么有些中间年轻松牙怎么办 年轻松牙里头松的是清氧化钙 充填根管 要不可以通过根监控和根管的侧壁 渗透到根周围组织可以达到预防牙根吸收的目的 大家可以看看这个话 我这段话呢 你可以有手机的拍一下 因为我要往后翻 因为咱们今天的这课件要68个呢 你看我们的课件要68个课件 现在才讲到20个已经半小时了 所以后面的速度可能要快一些了 OK 下面讲完全脱胃牙指的具体怎么做 就是说完全掉了怎么办 根间发育完整的脱胃牙就是迅速复位及时应在三到四周内做根管治疗 就是说根间已经发育完整了 你直接给它复定好 然后呢 三到四周也就一个月之内把根管治疗做了就好了 那么因为什么呀 如果你当时那有些人就问了为什么当时不做呢 如果你当时做了就延长了体外时间导致牙根吸收 一般人在职三到四周松度度减少 验证吸收又正好在这个期间开始 也就为什么在三到四周再做根管而不是立马就做 就是因为牙根的验证性吸收要从一个月左右才开始 所以说你在在职以后三到四周做根管是最佳时期不能胡说 要有理论依据的那么脱胃超过两个小时以后就要再就诊的话呢 牙髓和牙周的细胞已经坏了 不可能重建了所以只能在体外完成根管治疗处 顶面和牙头我刮之后将换牙植入固定 那么大家看看在临床上别人说掉了你过来什么时候碰的多长时间了 可能就是两个小时了吧 我跟你说 咱就别说那么多直接把牙中磨刮 干净做就是了 真的是 他前面讲的这问题三到四周都马上掉了马上种上去 不是种上去在职上然后再去做的这个还是不多见 所以我们认为呢大部分都是超过两个小时 所以我们要把根面刮着我会有病例来讲怎么去做 那么年轻横压错位呢我们要迅速急行处位 牙髓常常能继续生存不然贸然把这一般疗效 我觉得年轻横压错位他前面这段话是矛盾的 为什么呢做不到 那么如果就诊不及时回拖延腹部 只能在体外完成根管治疗 烧瓜根面 所以我认为年轻的很厉害 你也直接我们现在有MTA 我直接就把根肩封死了 不可能再诱导了 那个不现实 那么下面讲 亚洲膜的在职的愈合方式 他有亚洲膜愈合 这是理想化的 我认为在临床上 大部分都做不到亚洲膜愈合 很罕见很罕见 我看好很多病例 他没有临床的片子 他只有X光 X光 你不能判断他是几周所拍的这个片子 那么我们一般认为都是骨性沾脸的多 他也很稳啊 大家都想想种植牙就是骨结合嘛 他就没有亚洲膜 他不一样用的膜 大家现在吵得特别热 推崇得很厉害 那么他再友好 他毕竟是义物啊 那么我们自己的牙根和骨头沾一块 有什么呀就是拔牙的时候不好拔而已嘛 所以说呢 你第三个验证性吸收就是说我们拆了甲板以后他又掉了 那么这个是就算是再次失败了 那么我认为多的就是骨性沾脸 那么大家看这个牙齿就是骨性沾脸 这是我的自己的病人 你看当时完全脱毁的牙槽窝 哎你看他牙齿掉了 掉了怎么办 我们用了一个牙弓 甲板一个扁钢丝加树脂 给他固定 当然我们在体外做了根管治疗 你看这是二一根管治疗加牙带直 那么这个时候呢 三个月复查 你看牙周膜各方面都好 那么牙齿之后 这就是牙周膜的一种异合 我不敢讲 我认为它是骨性沾脸 所以我的题目 你看骨性沾脸一合 这牙齿应该挺好 现在这个患者还挺好 已经有 已经有三年了吧 已经三年 这是骨性沾脸一合 大家再看这个 牙齿之后替换性吸收 那么这个是在之后五年 大家能看清楚这个片子吗 非常遗憾 我当时你看 如果看这些片子 光胜这个跟从蝴蝶 这是一个年轻的横牙 那么这是一个牙关 他在之五年以后怎么办呢 他又碰了一下 结果把牙又碰进了 第二次就光吃浅不长治 那么这是我们取出来的时候 光胜牙关了 这是什么呀 氧化新 这是我两千年左右的片子吧 因为当时呢 还没有咱们所说的Metapax或者是点访加氢氧化钙腐气 我就用的是氧化新 你看结果呢 牙根被玩 你看这个照片 非常遗憾 这个照片如果能放大的话是很清楚的 光数着你看取出来就是这个 氧化新 牙根完全的被雅超谷所替换了 叫替换性吸收 然后大家看这个图片 结果呢 我拔了以后还有一部分氧化新在里头 那大家颠回来 你看看和这个是一模一样 这是派的全景 你看有一部分氧化新在这 我前天我在我的群里讨论这个 有一个同行也在说这个东西到底取不取 如果这个地方说种植的话 一定要把这个义务取出来 如果他要是做 调体的话呢 因为是小孩嘛 我不建议他做两边做调体 这样的话对两个年轻的横压式伤害 也不是失应症 但是我这个呢 你看 氧化新拔足后残留到氧化新跟虫物 这是十年前的片子了吧 至少 然后这是我取干净以后的情感 他伤口在愈合好以后 他可以说等他先做一个活动一尺求复 这是另外一个 牙在之后牙根的外系受 那么这个患者的家长呢 他说他半个小时之内就来了 所以说我们当时你看 一一一完全错位 骨壁完整 牙槽骨无折裂 二一尽中缺脚缺水 你看他的左上一尽中缺脚缺水 牙根间孔粗大 你看这个根间孔粗大 为 发育完成 这个根的牙 所以说你大家看 认真看这两张图片 这个非常经典 当时怎么办呢 我们就把这个脱位的牙呢 没有做牙髓处理 我们直接就 你看用个树枝 你看这是我的树枝 看我鼠标 有人有人在群里面说话了 这个呢 就是说 有人在群里面说话 谁在群里面 在群里面说话 影响讲课了吗 然后呢 这个呢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情况下呢 我们就可以看到呢 这是我在植 回去的一个牙齿 他他妈妈说呢 就说 我还在保证半个小时 我就没有做任何处理 直接就给他在植上了 因为他根间孔没有发育完成 我希望他能够牙髓长成 那么这个因为他露髓了 我给他做了个活髓切断 大家看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梅塔派克斯 梅塔派克斯挤到牙髓里面 你看他的根间没有发育完成 大家往后看 这个片子是很经典的 这是我用心收藏的 你看一一临时复位固定 年结后的根间片 牙齿就位正确 你看完全到位了 这是错位的 然后呢 因为临时牙未超过半个小时 我牙髓没有做处理 那么二一型活髓切断术 诱导根间进一步发育完成 那大家看 然后呢 一一就位完成以后 我们做了一个牙工甲板的固定 因为他要掌稳 甲树子粘节固定 那么一个月我们拆除甲板前的照片呢 大家看这个牙还可以 亚洲膜 大家看着我 我当时很欣慰 我说哟 一个月光 我就把甲板拆了 我也觉得挺好 长得稳 而且你看大家比较一下 你看这个 这是冲的 梅塔派克斯多了 你看到这儿吸收了 所以梅塔派克斯活水下 它会吸收 而梅塔派克斯呢 它是氢氧化钙和碱放 混合物 这是韩国的一种材料 大家再看这个片子 拆除甲板三个月以后 我们发现坏了 这个外面有外吸收了 大家看 这个我鼠标指的 这个有个外吸收 但这边这个你看 它的根间开始形成了 这个活水切断 你看在看这个图 大家用心看一下 你看这个宽大 粗大 这是一个月以后的情况 到了三个月 你看这个牙根在形成了 所以说活水 还是很棒的一个活动 拆除甲板以后 发现的一一的远中 发现叠形吸收 但根间看的组织很争吵 大家再往后看 我的妈呀 这是我最悲催的事情了 半年以后复查 大家看 左上一亚根完全形成了 成功了 活水切断 亚根又倒 成功了 但是你看看这边呢 整个根锯齿状的吸收了 非常的悲催啊 我当时就崩溃了 为什么 你说大家再去做根管 这来还有意义吗 这已经 你看 大家看这个地方 和狗啃的一样 我们叫它虫式状的 亚根外吸收 非常遗憾 当时我就心凉透了 我每次看到这种 我觉得 呀怎么办呢 但是你看 这是要换你的口内的照片 口内的照片 你看 它牙还没有修复 然后我们做活力测验呢 我们发现了 左思的这个牙有点迟钝 但它还有活力 它居然有活力 但是我现在一直说的 你说杀神经吗 杀了神经能治疗吗 那大家就会问我 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现在没有做任何处理 所以说我现在做 所以说你看 这是他半年以后的口内照片 牙龈什么都恢复的很好 牙关也没有变色 但是他牙根外吸收了 我现在很纠结 是不是把这个神经抽了 打一个氢氧化开进去 可以做吗 但是测量的时候 它还是迟钝的反应车 但是它还有点活力 我已经是有点纠结 但是小女孩说 我没感觉 我啥都好好的 所以这就是暗流涌动 我们接着往下讲 下面可能要快了 下面我们讲一讲 延期再直说 那么这个患者呢 14岁 上前牙脱落30小时 这是我做的一个离体时间 最长的 也就是30小时之前 那这个患者和同学喜闹 两个人你推他一下 他推你一下 嘣 门上起来 结果门牙磕掉了 他来医院就诊 那么离体时间超过30小时 而且他爷爷就拿纸 还是拿个卫生纸 白纸包了一块 半天的纸都从牙齿上扣不下来 所以说 就是说我们的患者的家长啊 就是说我们的患者呢 本身对这个口腔意识方面 还不是很强 所以这也是我们口腔的一个责任问题了 那么离体时间很长 我们就给他说 你这些时间太长了 我就给他举了个例子 我说就像你们家的红树苗呢 你放了两天 你才种到地里面 可能活不了的多 那么就说 但是家长说 孩子这么小 又是门牙 你尽量做吧 那么我们就欠了个知情同意书 那么专科检查 我们发现 他呢 左上医呢 完全掉出来 跟面污秽 亚超窝内区 一块形成稳定 X线杂呢 亚超窝空虚 未见遗留物 那么整段我们就因为二一完全的亚超窝 那么我们体外形根管治疗术 离体牙跟面清 加牙带紫 我通过这个给大家讲快一些 那么你看树前的照片就是口内像 亚超窝空虚 雪凝快游 已经恢复了 因为什么 已经三十个小时了 也不流血了 也不干啥 无甚初 这是他当时的口内照片 我们立马 不管怎么样 大家一定记得 牙外山的病人 不管他掉出来没掉出来 数前一定要拍片子 那么没有掉出来 看他根折了没有 是根尖三分之一 还是跟中 还是贯部 一定要看 所以数前一定要拍片子 我通过这个病例来给他讲治疗过程 第一步就是说 看一下临床 肉眼看 哦 没有这个牙了 那牙超窝里头 有没有胜责牙根呢 一看 整个错位了 完全错位了 牙超窝空虚 但牙超窝没有变形 这是他的那牙齿 你看 多多的离起牙 表面比较 患者呢 是用味噌纸包来的 你看这个根尖都乌黑乌黑 干了 你像三十个小时 一天做了 怎么办呢 这是我亲自做的 我拿把牙手机 因为我在外壳 我没有那种补牙的手机 我直接拿把牙手机开随 啊 那你看我手上拿的纱布 虽然他已经离起三小时 三十个小时 但是我还希望大家呢 用一个纱布 五菌的纱布 进一半生理盐水 抓住牙根部 手上不能直接抓牙根啊 我建议你还是拿个 抓到稳 因为你拿 我们戴手套做 防止滑脱 然后你看 我们用涅态 我用的是protector 用的smart 就是灯石柏的这个来预备 我也是做了根管预备 你看很快 热牙胶充填 这是结了根间三分之一 体外做你保证做的很棒 啊 你就能看见根间在哪 这个快一点啊 然后怎么办 然后呢 垫底 用压石 把树脂压里面 然后光照 哎 怎么办 光照完赶紧放到这里头 那么这个里头 我做这个是生理盐水加清大霉素浸泡 那浸泡多长时间 我浸泡了一克中 我查了很多教材 有些说三十小时 三十分钟 有些说 呃 浸泡数分钟 有些人说脱米放冰箱里冷冻 那么 我查资料呢 他认为说 体外 就是说北一 的教授 他认为是体外摘除牙碎 摘除牙碎 然后用5.25%的次禄三纳清洗冰管 手出刀片 刮除根面 去除到坏死牙周膜 我不是用手出刀刮的 你看我这个根面已经很干净 我是用咱们的刮池器 拿手上刮刮刮刮 四周一刮刮干净 泡到清大里头 倒一只清大 十毫升的生理盐水 倒一只清大 然后浸泡15分钟 我是这么做的 有没有效果呢 我 我认为这样情况下起一个杀紧的作用 是不是 你们有没有那种 拉住的喝两只清大的那种习惯 反正都这么做吧 然后你看瓜子 然后用5.25%的次禄酸纳 他是用次禄酸纳 就是我们冲根管冲洗的 这个液浸泡五分钟 然后再超升起滴五分钟 然后生理盐水冲洗 再浸泡15分钟 擦干 最后用佛化纳的凝胶 再浸泡十分钟 再用维塔派克斯来冲天根管 我是用热焦 因为这个孩子已经根源发育完成了 他不是年轻恒养 我就没有用为他派克斯去冲 那么你看他多长时间 10分钟 15分钟 25半个小时 5分钟 35分钟 他再把牙止回去 你觉得他 超过他那个半个小时即刻再止了 大家看出这个是经典的一个 我做的是江湖露宿了 就是说直接就盐水加清大浸泡 这是一个标准的按正规的要求 就是清理盐水荡洗完以后 刮干净牙动 5.25%的次禄三纳 浸泡五分钟 超红洗涤五分钟 牙齿冲洗浸泡十五分钟 最后用佛化纳凝胶再浸泡 他认为这种做法可以大大的降低 牙根表面 佛化纳主要是经家表面的这种 抗 就是抗吸收能力 但是有没有效果 我没这么做过 因为也没这么复杂 我就是严实冲 不知道各位同人是怎么做 然后怎么办呢 复毁 你看把它放回去 然后就它是缝合因为什么 牙音就开了 我们这个叫一个缝线的不稳定固定 叫初步固定 叫软组织缝合的初步固定 你看复位缝合固定 然后你看风亮针 这是缝合初固定完了以后怎么办呢 我们用一点点流体数字也好 简单的数字光照 然后固定 然后拍片子 你看光照 我这还没有做牙筒甲板 先临时放里头 拍个S光片 是不是和牙筒窝相吻合 一看 到位了 然后我们再做 三到三的 全酸池 我为什么选择全酸池呢 我认为这种固定比较稳 这种甲板不容易松动 你看经过X线检查 二一复位和牙筒窝本壳 行一三到二三 也就是三到三的 粘节部位的全崖面酸石 酸石好以后怎么办呢 你看我做的是扁钢酥 这个正极科就有 然后加这个树脂 固定抛光 你看打磨 这是固定光固化树脂加 那么你们也可以用百强固围纤维带 大家都知道一根百强固围纤维带 就400块钱 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很好找 取材方便又简单 又给患者省钱 那么你看我这个是打磨 泡光我用的是细离子泡光 那么我们固定次到六周 这是固定好以后 我再拍一张片 你看完整无确 这就是一个牙带之术 一个完整的过程 从他的体外的根管治疗 到腹位到缝合 到抛光 这是一个延期在此 三十个小时了 你看怎么样 大家看一下 挺好的 然后这是一周后 我把线要拆了 这是当时一周后复诊 你看 额色引入头有一点水肿 你看纯色 没有任何问题 拆线的额色观 然后这个甲板怎么拆呢 我这次是一个完整的过程 拆一个甲板不敢拿钱都没有办 这不好 那么额色观有点 这是先拆完线以后 额色有点水肿 挺好的 术后我觉得挺好的 然后怎么办呢 术后一个月呢 就是说在拆甲板之前 我们要复查 看着根间呢 有一点点去收 不是很要紧 然后呢 固定一个月 纯色的粘膜 你看 很正常 这是一个月 刚才那个是一周 这是一周 要拆缝线 那么到了一个月以后 复查 你看 整个牙龄的颜色 各方面都很棒的 而且患者没有任何 决定的 这是我们拆甲板 你看 一块一块具 而且额色看 引入头呢 水肿也消失了 刚刚你看 大家看一周 一周你看 拆缝线的时候 还是有点水肿 到了一个月以后呢 大家看 整个都很好 都很棒的 这个 然后我们把这甲板呢 用一个蓝纱 12号的蓝纱 给它截掉 大家你看 我是用持针器 一点一点去 最后一点 这个呢 这个可以用钳子来做 你看 去除健康牙上的树脂块 但是在这牙上的树脂块呢 我建议一点一点的磨 你看 一点一点的磨 千万不敢用这种俏力 我不赞成 一点一点的给它磨完 你看 磨完以后呢 抛光价面 这个孩子 看怎么样 漂亮吧 那么二一也不松动 这种不松动是 骨性沾脸 沾死了 那么大家 我认为大家呢 就这么做 而且美观啊 它比甲牙要好得多啊 即使做替换性吸收 所以白了 它保证骨量还在 它起码在植子 它比骨量还在啊 它起码有丰满度 即使它最后牙根完全都没有了 它变成牙草骨 那么我们种植效果一样也很棒 所以说我认为呢 掉了的牙别扔 我现在正在做一个 呃 不想跟你们说 就是说 就是说牙关都没了 光剩牙根 我都给它放进去 就是我要 就像我们所说的 种植说的那个拔牙未点的保存 把根管一做 埋到里头上面做个活动一吃 我在做这个方面的东西 当然这可能理论上有点不可行 但是呢 实际效果还是挺好 所以我让大家呢 你们一定要多做 亲自去在临床上做 只有你做了 那才是你自己的真正的经验 啊 你看这效果挺好的 那么这次我就给你讨论 我给大家讨论一个问题 这就完整了 呃 很棒的 这个后来又复查 复查两次 效果都挺好 但是最近我为了做这个课件 我打电话让他来 他不来了 我说你牙用的怎么样 美美的 就是我们当地的方言就 呃 美美的 所以说我主要是想看一下 S光牙根的变化情况 但是孩子他不来 我也没办法 这就是他的情况 那么半个小时内在职成功 讨论 我就是给大家说一下这个讨论 半个小时内在职成功率是最高的 牙根可以避免吸收 但是这个情况呢 是理想化的一种治疗模式 起码就说在我们现有的阶段 我觉得很难实现 那么半个小时以后就诊的 只能在体外完成根管治疗 骚瓜根面和牙草窝 预后是欠价的 该患者错位达三十小时 骨性干联是极预合的方式 容易发生替换性吸收 那我是在总结这个东西 那么维持到十八岁还是有可能的 啊 那么尽情期待后续的 二一的发展情况 那么虽然 这个牙离体时间长 预后可能会出现替换性吸收 啊 可以是暂时的 也就是说 遇合方式为骨性专联 那么容易出现牙根 发生替换性吸收 牙根发生替换性吸收 就是说牙根外部的破骨细胞 逐渐的把牙根变成了 亚超骨 最后牙根没了 光胜根管内的充电物 那么我们最前面有这个例子 那么这种情况呢 这种替换性吸收 可能是暂时的 自然停止 也可能是进行性的 最后只剩牙关了 我刚才让大家看了很多的图片 但是这个过程呢 起码能维持数年到数十年 那么这样可以保持换测的 纯测的丰满度 又能维持患者到成人阶段 做永久幸福 不失是一种好方法 希望同道多提宝贵意见 共同提高 为什么这么讲呢 这是我自己的临床感受 那么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加我微信呢 就是我们私下 可以共同的来交流一下 这方面的东西 共同的来交流一下这种感觉 那么我们看第二个病例 是掉了两颗牙 应该是差不多 我能赶出来了 应该是能按点完 那么这个患者呢 你看阴谋谋 男也是15岁 你看那个也是15岁 所以这个年龄段 正好是上初中 初中初一二的时候 骑自行车飞快 两个手都离开自行车了 你看 上河前门牙两颗脱落 十二个小时 没有一个都是下了自习 晚上 骑车的风一样的快了 县病史 患者前一天晚上在九点 在学校 因意外事故导致两颗门牙脱落 那么这患者 我就问他怎么办 骑得快 没看见前头一个大石头 一下来了个狗吃屎 两门牙掉了 但是好处的就是 这些孩子啊 现在的孩子和我那一年的 真不一样 马上把牙一点 兜里一装 照让汽车回家 根本不把他当回事 第二天呢 九点他和他妈妈就来了 那么我们拍片子 你就发现了 2014年4月16号发现 哎你看 两眉牙没了 两牙掉掉下来了 怎么办呢 我们在体外就做了根管治疗了 这是当时做了根管 我们拍片子看超天 这是我徒弟做的 他就是说什么呀 他说拿手上做 居然都给我超天 你说可恶不可恶啊 然后呢 把牙头我清理以后 我把根边引到 你看再直上 这个工作都是在当天就完成了 那么这是在直以后 哎 你看 大家看 这图 这是4月16号完成了在直 到了5月29号 也就是一个月 拆除甲板 跟前稍微有一点阴影 然后到了1月3号 你看中间差了多少 5月29号到1月半年以后 哎 跟前车稍微有一点点影响 但是这两边的牙齿都是挺健康的 都是挺健康的 还是挺棒的 那么这再直七个月以后 你看 为什么呢 就是说牙齿的颜色色的好好的 纯粹也没有漏管 这是他当时的这个片子 这个有点阴影 但是我们七个月以后呢 你看 口内的情况 牙齦很色泽 患者用着 患儿用 不是患者 就是说这个 呃 年轻的孩子呢 他用的时候呢 纯粘膜都很正常 没有什么 所以说我建议大家呢 就是说 通过这次课呢 我们相互交流啊 下去相互交流啊 就是说 遇到这种情况呢 这个门槿上可以做 这比把主生牙来说 还是比较简单的 啊 说阳心话 这比把主生牙 风险还是要小 而且家长非常感谢你说 好家伙 你看我把它都掉了 男的医生比较神 不爱我 又和真牙一样 用的美美的 他只看表面 病人只看表面 他不知道 牙槽骨会发生 替换性吸收啊 这些了 他就很感激你 就失而复得了嘛 就是说 意外止息啊 所以我希望大家呢 就是说 今天听歌的人呢 把这个事情做好 真的是应该做 而且是一个 很好的事情 即使他将来牙根吸收了 他存在有丰满度啊 他有牙 你想想一把 保证要牙槽骨要吸收啊 前三个月吸收的很厉害啊 啊 那么这种情况下 后期也不是会有效果的啊 还有很会有效果的 那么你看这个色盒是挺好的啊 那么你看纯色静静观 颜色的牙龄呢 都是很棒的啊 那么额色观 你看也没有亚洲带 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一级棒啊 那么我们 那么我们 又适当的调了调和 若没有症状 我们刚才为什么要调和呢 大家看这图 啊 你看这有点阴影 我害怕他有核创伤 所以说 为什么要调和呢 我就是有点阴影 所以当我用脑和一下 看 简单的把它给切磋了 稍微的舍身面的 降一点点 那么 结论的目前颜值术 还只是一种 姑息保留牙齿的方法 它不能永久保留 因为尚不得能达到 终生保留换牙的目的 一定记者 我这次的课呢 不是说他能终生用 哦 他可不能终生用 他目前来说 因为我们还困住不住牙根的外吸收 他的肌力还不清楚 那么新萌出的横牙突然丧失 对儿童和家长都有很大的心理打击 特别是对儿童会留下终生的心理阴影 延迟再次在某些程度上 为缓解和消除这些心理伤害 赢得了时间 并与成年牙齿 重极相前界 你只要给他维持到18岁成人以后 是一个较为 就是说我们延长延长到成人 即使他这个失败了 但是呢 他可以为种植 为其他的修复 创造一个 就是说都衔接上了 这是我们讲的一个核心 那么这是我的微信号 那么大家可以扫一下 那么我的博客 在口腔巴巴的博客 我现在博客的点击量也是很高的 也就是在吴广东老师的后面 那么微信号 这是我的电话 大家看一下 那么我的线下的这个培训班 也准备启动了 那么大家要是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我的微信 具体来问一下 谢谢大家 这是我的工作状态 谢谢大家 然后 这是我的微信号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非常感谢张老师的精彩讲课 下面是答疑环节 大家呢 请在左边提问区进行提问 老师统一解答 老师请稍等 好的 请稍等 不行 有请老师回答问题 能放大 要看 放大一点是吧 老师请稍等 我有点看不清楚了 老师对于外伤贯折的儿童患者 这样可以吗 可以非常好 外伤贯折的患者 做完根管治疗以后 怎么处理做临时牙关吗 是 我们一般情况下 一定记着这个患者 是年轻的横牙应该是 年轻的横牙的话呢 我们一般做完根管治疗以后 你是年轻横牙 还是已经牙根发一完是吗 那一般我们建议做的是临时牙关 用树脂关 一般做树脂关 这个问题就回答完了 做临时牙关 做临时牙关 恢复外形 埋伏牙也是姑息疗法吗 埋伏牙也是姑息疗法吗 您这意思是埋伏牙 这问题提到埋伏牙 是要保留还是要拔除 是什么意思呢 这问题往下 在植牙可以矫制吗 在植牙原则上 它是骨性粘连 它的移动可能会非常麻烦 如果你强行的用脚制力 可能会加速牙根的吸收 一般来说我们在植牙都不占成移动 但是根管治疗的牙齿可以移动 在植牙是牙槽窝需要如何处理 那么在植牙的牙槽窝 一般来说我们要用菊麻下 用刮时一定要把牙槽窝内的一些骨碎片 防止有牙槽骨的骨碎片在里头刮干净 还有最主要的就害怕它有污染 刮干净 有新鲜的血液充盈 那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刮一遍 然后用双氧水 20毫升的双氧水 不是双氧水 用生理盐水给它充一遍 再刮 有新鲜的血液充盈 然后把处理好的离体牙脱尾牙放进去就可以了 牙槽窝就是这么处理 举麻下 先把牙槽窝里头的这种形成的那种 根中折断固定效果好吗 一般根中折断的效果是非常差的 根间三分之一我们可以观察 如果颈三分之一我们可以做牙关延长术 或者是正极的迁移术 根中三分之一一般都会出现牙周的损害 即使你打了纤维状的进去 用不了多久 它都会出现牙周的损害 导致根侧的牙周 牙槽骨吸收 所以根中折断呢 我都建议拔掉了 不要 看还有问题吗 牙脱位可以用矿泉水充气 当然可以啊 咱们自来水都可以 牙脱位的目的 冲洗的目的主要是保持跟面牙周膜的湿润性 也就是它的活性 那你可以用矿泉水冲洗啊 任何水 你只要不要用酒精去泡 不要用点腐去消毒水去擦 因为我们很多家长呢 就说他认为呢 消毒一下还是掉地下脏了吗 就用点腐 或者是拿酒精泡着就过来了 它本意是好的 结果一定记得用等肾的盐 等肾的溶液去保存 那么最好的还是牛奶 我们都知道 刚才我们讲了吗 脱脂的牛奶 牙脱位后可以用矿泉水冲洗吗 可以啊 冲洗冲洗 放到舌头底下 最好你能放回原来的窝更好 好嘞 等我看下面一个问题 您好 如果我们不做充填 直接在牙齿里打派克斯 在植物可不可以阻止牙根 在吸收 对 如果你们不做充填 直接打这个 维他派克斯 我们也在做这个 能不能阻止呢 这个 内吸收是完全阻止的 外吸收 还是 不确定 真的是 内吸收完全阻止了 同时还可以诱导根间 再进一步的 形成概化带来封闭 我的群号是多少 你先加我微信吧 加我微信 我再拉你吧 这不是 谢谢你的关心 这不是专业问题 你先加我微信好吗 我再拉你 也就是说 我们的目的就是说 我的线下的这个 培训班呢 也将启动 那么大家有兴趣 可以加我微信啊 我们上课时间 我们专心自制的来做 这个学习 牙外伤在植 替换性吸收率高 但可以保持未减 未经厚的 但种植修复时 需要取出残留的牙胶线 所以请问老师 牙在植根管 充填能不能用可吸收材料 当然可以啊 当然可以啊 那就更棒了 那就更棒了 关键就是 这块我要讲一点 这种可吸收材料呢 就害怕根管内完全吸收完了 最后成空虚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测值根管 它会引起二次感染 如果它不会 你打MetaPacks 可惜今天我没有那个图片 如果你观察 你出了MetaPacks 你观察几个月到一年左右 那根管又变成空的了 如果你的牙根没有发生替换性吸收 但你可能还需要再去 再一次去做根管内的宠填 不然的话 因为我们都知道 所有的牙根都会有测值 那么一旦有了二次 因为根管是空虚的 它就会有二次感染的几率 所以我建议你 对于这种牙外伤的在职 不管做没有做根管治疗 就是用可吸收的这种材料 都要定期来复查 这是最关键的 一定要让患者有高度的一重性 牙在之以后 骨形沾来了以后呢 一般移动牙齿是非常困难 一般移动牙齿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们一般对牙在之以后的病人呢 能做正极吗 我们再做 我给你讲一个 就是说能做正极 能做正极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的牙移植术 就是自体牙移植 就是说肩牙不在位 放到这地方 我们要关闭电器 一定在移植啊 能移动吗 能 但是可能有点费劲而已 能没问题 因为我做了自体牙移植 就是说把肩牙移到 就是说我们正极科 把它间隙括好以后呢 我们移到这位置 可能间隙还是有点大 我们还要关闭间隙 还要移动 所以说还是需要 需要一些过程 还行 就忘不过 这个还是那个问题啊 回答过了 嗯 预后可能出现一样 对必须要给患者交代清楚 也就是说我们丑话说到前头 其实呢 牙外伤道病人一般 病人都不找你麻烦 大多数是感激 为什么呢 因为他都掉地下去了 他本来是他就认为不能用了 你给他重回去 他都能用了那么多年 我还没有见过一个病人说的事 哎呀 你当时还不如拔了好呢 啊 你看让我孩子的 没有一个家长会说这种情况 牙在植这个呢 其实比其他的治疗 更容易让患者去感激你 因为什么 你都掉地下都不能用了 你给他讲一点点 可能会出现说你这个牙可能会失败 但你这个费用还得超 嗯 是这个道理 对 可能会出现什么呀 根吸收了 掉了 脱落了 你就给他说 可能用了几年以后 这牙子会自动掉了 哦 因为什么呀 因为他受的伤 可能没有原先的那么好 可以说 没问题 而这个吸收原则上 正规的是 你刚刚就没认真听我课吧 批评一下 这个吸收是三到四周开始 哦 也就一个月就开始吸收 什么时候稳定呢 不一定 有些人会自动停止 我刚才给大家 呀 可能是我讲的快 抱歉 我没有责备你的意思 也就是说 呃 有些患者呢 就是说 呃 他会自动停止 随着他的抵抗力的 降 增强等等 有些患者会继续的发展 什么时候稳定呢 不一定 所以说我就建议你呢 一个月 三个月 六个月 一年 三年 六年 这么定期让患者复杂 甚至言之 我就是十毫升加一只 呃 呃 就是说 八万单位的 清大美素 我觉得这取材比较方便 也什么事 我觉得这是一种心理安稳 有没有用 反正是别人都这么做 我也这么做 我认为抗生素嘛 清大嘛 又不是清霉素 本身也不会引起患者的过敏反应 所以说我们就这么做 啊 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 可不是书上 书上是标准的 就是刚才本一讲的 赤露酸钠 超声脏气 然后多利斯酸钠 再浸泡 然后 多花钠 再擦肝 那么做 如果后期大家想需要这个课件方面的交流的话 你加我微信吧 好吗 好 继续下一个问题 大家都是关心这个愈合后还能做正极吗 一般来说还可以 真的是还可以 但是就是说 我没有观察过这个 外伤的这个病人呢 你看我做的那两粒外伤 压都挺整齐 那不做正极 那么有做正极的 有 有 能做 能做 实话实说 能做 但是没有观察过后期痒痒的情况 这是我的实话 吸收的年限有统计吗 比如什么时候是危险期 一般来说 牙根做根管治疗以后呢 年轻的横牙要比成人的牙齿 吸收要发展的快一点 所以说我认为呢 半年之内 前六个月很重要 反正我内患者就发生在前六个月 所以这个期间呢 一定要让患者按时复诊 按时复诊 年限我没有做统计 因为我是纯临床 我大量的都是在临床一线工作 我 就是说收集的这些病例呢 都是 再加上我是基层这个 地级室嘛 也就是说 病人的一重性不好 他只要能吃东西 他就不来复诊了 所以说越到高一级的城市 像上海北京啊 你让他来复诊 你让他来定期复诊 他就把这当成一件正式来做 但是到了基层以后 他就不在乎 我曾经给群里面的人说 我说什么呀 我说你像封了失活剂 你让他按时来复诊 他不来 结果最后牙刀骨都坏死了 所以说呢 我认为呢 没有我没有吸收年限的统计 但我认为前半年 前六个月 是最危险的 对于年轻很压 那么成人的牙齿呢 你就定期复诊 因为他的钙化程度也比较高 他的外吸收还是比较少见的 主要是年轻很压 下一个 体外根管治疗后 一般我不做常规的根肩切除 加MTA充填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牙根 它是外伤导致的 它不是说牙髓坏死的感染 测试根管里头有 我不做常规的根肩切除和MTA 只做单纯的根管治疗 挂干净放里头就完了 不需要做这些 因为他也不是根肩有囊肿啊 等等之类的问题 所以说体外根管治疗 我不常规做根肩切除和MTA 要倒成 好 我感觉延期在职 是否可以填清氧化开放 一批可以呀 可以呀 可以呀 就是说他到后期呢 他可以就说 避免替代性的根吸收 这种充物 一定要记得这种 取出的充填物 确实是 你要用氧化心 它吸收的很慢 埋伏牙在职的效果 怎么样 好 那么这个 我现在做的最长的遗例 是32岁的一个正级的女患者 她呢 她的尖牙呢 牵引了一年半都没牵引出来 后来我们把这个埋伏牙呢 移植到正常的三道位置 她现在已经用到了第五年了 用到了第五年 这是目前效果 咀嚼功能啊 各方面都挺好的 这目前是我做的最长的一例患者 最长的一例患者 你再下一个 刚刚买了我的拔牙视频 有个小迷味 嗯 我的微信号 我刚才给你发了呀 那你看一下聊天室吧 你要不你加我手机也能加上 138 3599 9283 138 3599 9283 我给你发聊天群里头吧 嗯 嗯 好 那么下一个问题吧 好 让我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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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那个 嗯 嗯 嗯 老师稍等 这几个问题好像都没有回答 是吧 哦 我这都跑哪去了 等一下 我往上分享 啊 谢谢 嗯 嗯 在职数后多久可以做正义 我一般认为就是说我们呃在职呃稳定以后一个月以后呢呃就说我们都四周以后呃我们观察至少在三个月吧 整个各项各项的牙周都稳定了我一般建议他们三个月做我没有具体查文献啊我没有具体查文献啊我没有具体查文献啊只是我自己的感觉 那么代值成功能献啊 那么代值成功能可以做永久灌修复吗牙代值以后它牙关是完整的为什么要做永久灌修复呢除非它有缺损可以做吗可以做可以做如果这切脚缺了一块可以做的 年轻恒牙跟肩 微欲和感染 又找效果不好有什么办法 对这个问题 就是年轻恒牙如果跟肩感染以后 我们现在有一种叫跟肩屏障术 那么最新版的 牙齿牙齿教材上面将 专门把这个作为一项技术提出来了 它在根管治疗后面 你有兴趣的可以翻一下教材 也就是说年轻恒牙 一旦跟肩感染了以后呢 它的跟肩是没有牙褥头 也就是说根肩它是发育不成的 这种情况下我们做根肩屏障 那么根肩屏障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通过根管 就是说无创的治疗 也就是我们用显微镜 把MTA输送到根肩三分之一 还有一种方法 我们通过外科的根管外科的方法 用MTA来封闭根肩 那么有好的办法 目前就叫MTA的根肩屏障术 那么MTA呢 实际上三氧化矿物盐 又叫生物水泥 好 下一个问题 年轻恒牙完全脱位带质 根管处理是牙胶充填 还是可吸收材料好 这个一般来说 如果用牙胶充填 如果它牙根肩已经发育完成 我建议你用牙胶 牙胶充填比较好 因为不需要再反复 那么如果牙根没发育完成 我建议用可吸收材料 直接拿出来就放牙头窝里头 是啊 我就是这么不再把它吹干了 就是表面 手拿着牙关 直接就放牙头窝里头 它水分基本上就干了 放舌下 它毕竟患者会不舒服啊 放牛奶里面比较好保存也好带嘛 你放舌下 本身嘴巴里头 再出着血 软煮至出血 放牛奶里头 那么现在大部分人都放在盐水里头 因为药店里头都有那种小瓶的盐水 一百毫升的小瓶盐水 直接放里头都 现在我们大部分都放牛奶里头的人 还不见得有多少 因为都是带装的牛奶嘛 也不好放 大部分它都是放在盐水里头 放舌下都好 这都是好的戒指 牙本质 深取能用 维他派克斯和水吗 当然可以啊 我那个就是 我做的活水切断就用的维他派克斯 时间久了维他派克斯会吸收吗 会 他如果不接触牙髓 他一般来说 他吸收不明显 因为你用的量也很少 你这个深取嘛 清氧化开 他吸收不了啊 能不能简单 上河八所谓的 拔除方法 这个 上河八一般来拔除的话呢 大家要记得 因为他最大的一个难点 就是视野不太清楚 那么我们 高位的这种水平 高位的组成呢 一个是 细节的进入非常难 所以我们建议大家 做的时候呢 要切开 要翻半 因为上河水平组成 高位就是相当于下河的低位 比如他的分类 正好和下河分类 颠了一下 那么我们也是 节观 千万不敢拿锤子敲 千万不敢拿锤子分牙 一定记得 这一敲 那上河八就不知道跑哪 不是跑间隙里头 就跑上河兜里头 所以上河八去骨的时候呢 可以用骨灶 但是分牙的时候呢 一定要用高速牙钻 牙外伤后 牙根形成后做重症 那么牙根没形成 要怎么做 维他派克斯 对 维他派克斯 复诊时间 一般我们也是 一个月拆了甲板以后呢 一个月 三个月复诊 定期观察 他的牙根电话情况 这个目的 处理牙髓目的是 防止牙根的内吸收 同时有一部分 抵抗牙根的外吸收 但是牙根外吸收 不单纯是靠这个 在这牙后需要缝合吗 原则上不需要缝合 但我这个为什么缝合了 缝合的目的 我这个缝合并不是因为牙龈撕裂了 如果是牙龈撕裂了 有渗血的话 要求缝合 如果牙龈没撕裂 可以不缝合 直接固定 我这个缝合的目的是 起一个重现的固定 那么现在有一种流行的做法 就是说早期不建议你直接拿牙龈加板做硬固定 而是用红线固定 但它是一个软固定 有一定动度的这种固定 然后呢 两周以后再做硬固定 这是又一种新 新的观点 它主要是为了防止发生早期的粘连 发生粘连的牙 做正极会有影响吗 会有影响 做正极会有影响 发生粘连的影响会有影响 会有影响 我们还是担心它的根吸收 真的是我们会担心它的根吸收 你们没讲自己牙移植 今天 今天这个比如八一到六的位置 非常好 牙在植 我们今天主要是讲牙外伤的在植 自己牙在植到明年吧 明年如果大家特别感兴趣 我专门给大家讲一节课 就是自取牙移植术 这个我做的也挺多的 就是说明年 今年我们 我已经在口腔八八上讲了六次课了 大家见我反不反 关键是 就是说 下次讲讲 分享一下 就是说固定也可以用正极脱条家随行工 对啊 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 我跟你说 固定的方法有 不就钢接扎丝 加牙工甲板固定法 还有什么呀 牙工甲板 加树脂固定 还有什么呀 正极脱槽固定 还有摆腔纤维带固定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摆腔纤维带嘛 然后用流体树脂 抹一圈 但是那个就费用比较大 可以 中极固定更好 效果更好 没问题 好问题 拆除牙工甲板用脱条钱没有问题 那么我也有那种 因为今天课嘛 我的幻灯片比较多 我们那摆植牙移动加力再多久以后 我一般建议他摆植牙加力以后至少三十月 等牙桃骨都稳定了才行 牙桃骨稳定了才行 所以我一般不建议 就是说 而且要慢一点 用威力 比正常的力要稍微小一点 这是我自己的经验 可不是书上说的 因为正极科会问我多长时间加力 我说你起码就 我们都知道 三个月 基本上就有牙草窝的愈合方式 就有心骨的形成 所以说我认为这个 那么我们还有五分钟 还有问题吗 对 牙在之后十二个月复杂 对啊 一年以后 我们就变成两年 三年 就这么复杂了 就不需要来得这么频繁了 就说目的就是 还是让牙齿能够背 每一个患者能服务 成人在之后可以做脸观摩 原则上还是可以的 原则上还是可以的 一般它的牙关都是完整的 如果牙关不完整 我们都不建议再去做代指数了 年轻恒牙预防吸收怎么办 年轻恒牙预防吸收 目前就是说 我们一个是定期观察 第二个呢 根管治疗 在它固定完三到四周就必须要做 那么如果是年轻恒牙 我们希望大家用可吸收的 这个 重填材料去重填 就是Metapax 这个 维塔Pax 老师好 请看50岁的患者 左上6F的方程 镜中根根根根根根根 这种情况 根根根根根根可以啊 你可以做结根树 把这个镜中夹根完全截掉 其他的根还可以用 但是你要记得 这种结根树 它可以出现一个并发症 可能会导致眼中夹根 或者是额色根 蛇裂 因为它翘了 所以一定要减镜 把夹射镜都要磨小一点 把镜中根三分之一折断 因为这个手术难度比较大 你要光做三分之一离上河都很近 我建议整个从牙颈部 根分岔的地方 把这个镜中夹根完全截掉算了 然后用银拱把根面 充填好 修光滑 或者是用树脂 把它修光滑 做结根树 可以 那么患者简单冲洗之后 就证 我们怎么来清理污染的牙根 那么如果是患者来了冲洗以后呢 马上最后一个问题 那么这个牙 它简单的冲洗以后 来了以后呢 一般都是延期待直 那么我们一般希望就是大家呢 首先用棉球 无菌的棉球 沾着 盐水 把牙根呢 给它擦干净 尽量把它擦干净 如果表面上已经很干燥了 那么我们就用你的刮汁器 给它刮干干净净的 然后用冲大核生的盐水浸泡 就行了 一般污染的牙根 我们都是建议它先用棉花 先把表面的黑都擦干净 然后再用刮汁器 把根面刮干净 就可以了 这个呢 还是比较简单的 一定记着 这种情况一定要体外做根管治疗 应该就到点了 好 好的 好 老师今天就到这里吧 好 好的